如何才能为国际社会找到有效治理思路 我们居住的星球只有一个 在这一个星球上有两百多个国家和地区 两千五百多个民族 七十多亿人口 搞清衣色是不行的 这种差异不应该成为交流的障碍 更不能成为对抗的理由 不同文明 制度 道路的多样性 及交流互介 可以为人类社会进步提供强大动力 只有坚持开放合作 才能获得更多发展机遇 我们应该少一点傲慢和偏见 多一些尊重和包容 拥抱世界的丰富多样 努力做到求同存异 取长补短 谋求和谐共处 合作共赢 一个国家走什么样的道路 只有这个国家的人民 最有发言权 一副药方不可能包治百病 一种模式 也不可能解决所有国家的问题 生搬硬套或强加于人 都会引起水土不服 感谢您的感谢您的感谢